魚都在底下 昭華線心的溫宅港 魚市場裡面 一大早汪洋一片 不管是顧客還是攤販 腳通透泡在水裡面 就像是在海裡進行買賣 不過沒有下雨 這水到底從哪來 原來是遇上了天文大潮 還平面上升 連續兩天海水倒灌 進了魚市場 淹水的高度一度高達膝蓋處 魚飯說每年遇上大潮 他們都會淹 但是今年遇上的是天文大潮 加上颱風即將來襲 淹水的情形特別嚴重 有貨車來不及移動 直接泡在水裡面無法動彈 雖然生意受到影響 但河豚各種魚類游進港口裡 魚飯們苦中作樂 在攤位上就可以釣魚 而中午12點過後 海水也漸漸退去 雖然顧客回流 不過港口出現了不少 從海裡飄來的垃圾 接下來要花費時間整理 也讓魚飯們好無奈 他們只希望接下來颱風來襲 不要再有災害發生